星期二,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能源大会上,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强调美国的自由公平竞争模式的同时,评击了中国的恶意行为。 蓬佩奥表示,中国是通过脅迫性的手段,阻止在南中国海的能源开发,使得东盟国家无法接触在该处的2.5万亿美元以上的可开发能源资源。 相反,美国政府通过东盟促进东南亚的能源安全,是要令到当地的国家获得能源,美国的公司以透明的条件签订合同,他们是负责任地去进行转谈。 2018年,在中国的压力之下,曾经有外国公司撤销和越南烈含合,开发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协议。 蓬佩奥还批评,中国公司的项目没有给予了当地公家是带来好处。 他说,譬如是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的时候,他们运去了是自己的工人,为中国人而不是当地人创造就业的机会。 正在在东非吉布提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也警告说,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可能对非洲国家主权构成威胁。 蓬佩奥还批评中国开展债务陷阱外交。 他说,中国还使得东道国,政府陷入沉重的债务负担。 在拉丁美洲也利用债务陷阱外交,大家应该知道中国在该处最大的债主。